准备 准备 开始 不是 亲爱的 你慢点 你慢点走 你别生气了 对不起吗 你不生气了 行不行 你够了 你别碰我 我不碰你 你不要再生气了 好不好 对不起 我真的对不起 你就跟我回去了 好不好 你别以为我跟你回家 就算原谅你了 你只要跟我回家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 真的 我真的什么都做 我要你答应我 以后不许再骗我 不许再惹我生气 你能不能做到 我杨迪对天发誓 从此以后假聊说什么 我都听他的 再也不会惹他生气 好不好 不要跑 我自己走 来 咱们林玺姐跟杨迪 要开始表演了 这一次是杨迪 第一次挑战《记性剧本》 来 来 来 欢迎回家 你看 你看 你走了 我把家里捣撕得多好 这是要干什么 找得这么隆重 你看你跑 你就乱跑一天 睡下了 你就乱跑一天天的 行了 杨迪 行 行 行 杨迪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们俩都监工三年了 你在干什么呢 不是 我 因为你走了 离家住了 我就特别想你 我在家里各种怀念以前的事情 我当时求婚不就是摆的这个吗 就回顾一下 不得讨你开心吗 你赶紧别生气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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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看你这么费心 我看看 有没有回忆的感觉 感觉好浪漫 感觉好 这怎么还有字 这怎么还有字 看看这个花海 花海的感觉 我当时扑 你记不记得你在沙滩上 我让你就是躺在花瓣里面 还给你拍照 你要不再躺一下 给你拍张照 好啊 你躺一下 来 你起来 你直接躺过来 好啊 你去拍照嘛 行 我给你拍张照 贾玲 有本事 别回来 这一看就是恨我呀 不是 我 我真的好痛苦 我没有想到就是你回来的这么快 没来得去擦 我说实话当时我就是急火攻心了 我有点就有点太着急 你有什么好急火攻心的 还不是因为你骗我啊 偷偷的藏私房钱 要不然我能跑到我妈家去住 那么那么几天吗 我能生那么大气吗 不是 你想一下 我一个男的朋友找我出去玩 我一分钱都没有 我多尴尬啊 每次都是别人钱 你也不能藏私房钱啊 我藏了多少钱啊 我猜 你猜 根本就不是跟朋友出去玩的价格 玩什么了 玩 我真的没玩什么呀 我哪玩什么了 我就很健康的玩呀 谁不健康 不是 要花多少钱我问你 你今天求我回来的 你还这么嘚瑟 我 我真的没有 我 你跟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你永远不藏私房钱了 我 我说完那句话以后 我再也没有藏过了真的 你别了 你在那儿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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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能 哎呀 好棒 可以没有东西 方言 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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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不是 你到底在这里藏了多少钱 你怎么又藏私房钱呢 这个不是我的 到底有多少钱 你本来 我终于知道 哎呀 家里有点热的感觉了 就是跟我说 热 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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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这个真的没多少钱 首先这个钱不是我的 因为我如果是我的我还我还敢 oh no 这叫没多少钱 你们发了 我们俩发了 这真的不是我的 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就是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就把它消费了 杨迪 今天就把它消费了 你用这种理由骗了我多少次了 啊 上次在地毯底下 你说不是你的不是你的 你就跟我说我们发了 我在想我 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家里 四处总是有钱 我们俩因为什么吵着架 藏私房间 但这一次 真的不是你的 真的是我的 这次真是我的 杨迪 我没想说 就想给你买点生日礼物 你就这样给我弄 我生日刚过 明年的嘛 你每年都得过一次嘛 哎呀 你就不管这个了 杨迪 你刚答应我说不骗我 你又来 算了 这日子我给你没快过 你不走 你不走 不走 不是 你没收 钱先没收 我还能 杨迪 你明不明白 你怎么才能让我信任你呢 你相信我这个钱 你真的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生日礼物 我就是给你买生日礼物 你见我 真的吗 你看我添置了什么 你看我 你买项链我啥 空的 我自己哪有任何有钱的样子 你觉得 其实杨迪所有找的这些理由 都特别地生活 嗯 我再饶你最后一次好不好 你不能再骗我了 夫妻之间哪有像你这么过的 真不骗你了 我我外面发了事我还敢骗你吗我 好吧 我们就好好在家过待过日子对吧 再原谅你最后一次 我的 我的手机 哎 滴哥 我天福在家呢 谁啊 我朋友 朋友我在呢 在家啊 那行 那我上你家把你同盟借我的三千块钱还你啊 啊 啊 我跟你说啊天福 天福啊 天福啊 天福天福对对对 这样你先你 嗯 留着用留着用 什么 留啥呢哥啊 你被人藏着藏着都借我了 留下赖 留下赖 他的 你那边放哥是不是 留下赖 哎 哥 你说什么啊 我有点听不清楚啊 留下赖 留下赖 什么东西啊 不是他放那个什么凤凰传奇的哥 留下赖 摸屏幕啊 听不到电话 来 哎 没挂掉是不是 哈哈哈哈 挂不了 哈哈 行 不要我不给了啊 行了挂了 给 给不给 你过来来 不理他 莫名其妙 他好像在一个信号不特别好的地方 少跟天福在一起玩了 咋的了 不是从小玩到大嘛 没办法 哎呀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 你快把这儿收拾一下吧 收拾收拾 哦 收拾一下准备 我点个外卖 对了对了对了 那个 爸爸 你说爸爸 啊 多喜欢你啊 让我给你拿的鲸鱼 说你喜欢养鱼 爸还给我买鱼呢 对啊 来我给你倒进去啊 倒 妈呀你水都倒全部倒外面鱼呢 哎呀哎呀我拿错了 这是我妈让我熬的那个泥鲲鱼 泥鲲也可以养 放心泥鲲也能养 你这谁会养泥鲲啊 你快把它抓出来来 我等一下啊 啊 这泥鲲掉色是不是啊 掉什么色啊 你快给它抓出来 有血了啊这泥鲲 哎呀好了好了我去拿个盆 你给它倒出来啊 好 好 来 哇 好强啊 他把这个陷阱给破了 现在他可以大大方方地倒了 哎老公我有点热了 你把电扇打开呗 我不擦了我不擦了好吗 好 我离这儿远一点 电扇啊电扇打开啊 啊 哈 哎老公我有点热了 你把电扇打开呗 我不擦了我不擦了好吗 好 我离这儿远一点 垂着啊电扇啊电扇打开啊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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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了 电纱坏了 电纱坏了老婆 哈哈哈 电纱 电纱背后全是钱 哈哈 噪音 都是些噪音 我把它拿出去修 电纱也坏了 电纱坏了 我看看 我看看来 怎么了 你不管这些 你真不管 怎么了 它坏了 小心漏电 你别摸 你会漏电 是吗 你把插座给拔了不 老婆 你听我说 我真的很疲惫了 我真的很疲惫了 我有的时候 我跟你说一句心理话 我现在有点怀疑 我有些失忆 你知道吧 哈哈哈哈 哎呦我消的眼泪出来了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 鬼知道我刚刚经历了什么 我想休息一下 好 好 哎哎来了 刚刚说想休息一下 滴妹来了 怎么了 进来 这天天佛 走吧 天佛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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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没啥事看看你俩 咱来来 快坐我来 你姐刚回来 跑了 跑两天吵架 前两天 惹她生气了 说吧 说啥 你姐生气了 就是因为我藏私房钱的事 惹她生气了 因为钱的事姐 以后都不会犯错误 对不对 嗯 谁让我两口子再有矛盾 我让那个人生不如死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就你最乖了 好不好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天佛 天佛 天佛怎么了 没什么事 你回回 你坑是别多干吗呢 怎么了 嫂子 大哥 我说 她今天从外边回来 兜里多了三千块钱 我问她这钱是哪来的 捡钱了是吧 捡什么捡呢 坑着别多说不出来 还跟我说什么 到你们家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明白什么了 怎么会到我们家就明白 不是 我明白 你看你明白什么 你问我第一个 我哪知道呀 你这什么时候 你说实话 你别瞒着了 瞒什么了 钱是你的 等一下 我四个人 我刚不知道有点失忆吗 钱是你的 钱是我的 那不是那天你在家吗 然后往电扇和鱼缸底藏钱 藏不下了 我说实话我急用三千 那你用哪三千吗 电扇 鱼缸下面怎么有钱 天佛你给我过来 你是造谣我 电扇出电 我的天哪 都漏电 钱都漏出来了 是咋回来 鱼缸里的钱呢 鱼缸里哪有钱 没钱了鱼缸 刚才一直不让我碰柜子 藏哪儿了 这拖戏这不在这儿 怎么可能我傻呀 明目张胆地放在抽屉里 那在哪儿 不是 没钱 什么没在这儿 杨迪你还骗我 看 我 马上就要走了对吧 你们俩 让你留我在这儿吵 我知道 杨迪啊 你处心积虑的对付你老婆 不用他们走 我走好不好 你先别走 你先别走 你听我解释 我没办法再相信你了 我一定有一个非常 我不可能再相信你了 我不可能再相信你了 把我拦着点 把我拦着点 走 走了 你没走啊 走了 大哥没事 我帮你解释了 我有点着急 我帮你又走 我觉得我大哥这事办得没错 嫂子 你看 其实我哥对你特别好 你看你那项链 那手镯 手链 怎么了 这是我婆婆给我买的呀 啥你婆婆给你买的 我买的 都是我狄哥给你买的 都是我狄哥给你买的 都是我买的 这是这么回事啊 我狄哥看你啊 跟那个婆媳关系处得不太好 就总依你们俩的名义 互相送礼物 然后呢 这个手镯和项链啊 就是她以她妈妈的名义送的你 为了就是缓和你俩的关系 狄哥 你说这么好的事 你说你总买啥呀 不是 我不 我如果自己送她不要啊 真是这样的 我不想说漏的 说漏就没意思了我觉得 而且这样你还会感谢我妈 对吧 平时就老和她争论这那的 行了 嫂子 就是大好日子 我这俩不当我你了啊 那个哥我实在是不会撒谎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三千块钱留下 对对对 反正反正已经说开了 我肯定要拿回来 对对对对对 直接交给你了 好吧 哎呦我天 直接上脚 行 哥 那你俩慢慢那个 我俩走了 真的 我走了 不好意思走了啊 嗯 走了 好了 该翻的都被你翻这 真一分钱没有了 我现在非常轻松 真的啊 真没了 你真的 真没了吧 我要猜出来 然后怎么样怎么办 如果还有怎么办 如果杨迪 杨迪 杨迪 如果还有 我们这期的老物不要好不好 你是哪位啊 什么